主料,胡萝卜200克,皮线辣酱5克,泡椒5克,辅料,葱姜蒜,花酒,酱油一勺,糖一勺,醋一勺,淀粉,水一勺,鸡精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胡萝卜洗净,切成细分,葱姜蒜切碎,取一碗加入酱油糖醋鸡精淀粉,清水勾兑受料汁,锅中放油, 爆香花椒,下入胡萝卜丝煸炒,加盐煸炒至胡萝卜煸叉,盛出备用,锅中留底油,下入豆瓣酱和泡椒煸炒出红油,加入葱姜蒜碎,倒入料汁烧开,料汁浓缩后加入煸炒好的胡萝卜丝,翻炒均匀即可,烹煸技巧,胡萝卜里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,胡萝卜素是制容性布置,和西红柿里的番茄红素一样, 只有在烹调时适当多放油,才会大大提高胡萝卜素的吸收率,所以在炒制时候,我先把胡萝卜丝用油煸炒一下,让胡萝卜素释放出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